阿諾哈大家好歡迎收看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那我們今天要是1月8號的時候 那今天的話應該就是我們最後的就是 呃新年轉蛋的最後一天了啦 基本上大家如果1月9號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 應該是已經看不到我們這個轉蛋了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這一次哲平是中了我們封嘴音還算是很不錯 因為他畢竟是我們就是好康系列的大獎之一啦 所以這次我也算還蠻賺的哦 那另外的話呢我們罐頭可能就再繼續留著吧 因為我們可能還是要繼續抽一些就是 我們想要的一些傳說稀有這樣感覺哦 那旁邊的話這邊是我們小精靈啊 那小精靈的話也剩下我們的那個 也剩下我們的那個20個小時啦 所以接下來會也會換卡池哦 那如果接下來不是小精靈或是我們眾神 或是我們銀河美少女的話 哲平應該也是就是進入一個休養階段這樣子哦 感覺應該會是呃還不錯一個階段 因為目前來說我們的罐頭從1萬多花到剩下 我們1600然後也沒有我們禮拜 所以就會很難就是去把我們那個罐頭擴充囉 好那我們今天主要來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其實最近的話哲平一直都在累積一個東西哦 那我是終於把它累積滿了 那我想要讓大家看一下就是累積滿會變成什麼樣子 雖然好像很白癡啊 但是我覺得好像還蠻壯觀的勒 也就是我最近都在累積我們這個貓咪轉蛋的那個 藍色豬豬啦 那藍色豬豬的話每5格就可以換一張一張金券 那目前來說那個就是容量藍裡面的話 基本上是有64格的 所以我們這一次我們的儲藏褲裡面 滿滿都是我們64個藍色豬豬哦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滿滿的藍色豬豬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哦 來見真章來 哇 基本上變成錄影的時候 我這個畫面就有點綠綠的感覺有沒有 變成綠色的豬豬了 因為有時候我發現我自己這個OBS錄影的這個東西啊 他那個畫質好像是有變調過的 所以有人看我的這個紅色好像特別紅或是怎麼樣 結果我們這邊藍色的豬豬直接變成我們綠色的豬豬了 我真的是很綠哦 超級綠是代表什麼意思 然後總共是有64顆啦 那64顆除以5的話基本上應該是12吧 12張的金券可以做一波兌換 所以還算是不錯哦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來把這些豬豬給他兌換 基本上這些豬豬的話你只要升級升起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就是把他就是拿來換一下我們的豬豬這樣感覺囉 那豬豬的話基本上你可以就是一次把他全部換完的樣子 有沒有全部選取 然後直接就是 直接全部換成金券 就會比較快一點點了 而且很快喔這樣子 你就全部選取 然後換成金券這樣子 結果反而充電好像還蠻多的這樣感覺哦 我們看一下哪一個是最多的 剛剛充電真的是超級無敵多的耶 這樣換起來就很快速哦 然後到底誰 你們有沒有人跟哲平做一樣的事情啊 會不會只有我一個人這麼白癡而已 你們會想要把這些東西全部 雷滿看到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我覺得好像還蠻 蠻有趣的這樣子 全部雷滿然後看一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哦 只是我們當初就是我們最近不是一直在抽卡嗎 那抽卡的時候一直要就是 剪畫面很辛苦啊 因為每一次就是 10個這樣子出來 10個這樣子出來 然後每次到那個快要就是 呃54啊或是55的時候 基本上就沒辦法再做10連抽 就會很辛苦這樣子哦 所以 呃珠珠雷到這邊的話 基本上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就沒辦法做一些就是其他的事情哦 那像我們這邊的話 基本上我們把他換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抽一下我們那個 招呼轉蛋 因為招呼轉蛋那邊 我好像也有55個這個票券還沒有用吧 所以 趕快讓自己解禁一下哦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其實好像還蠻酷炫的啦 就是 哈哈哈 應該也沒有蠻酷炫的哦 相信大家說 呃到底在幹嘛 為什麼要把這些珠珠留這麼多這樣子 那 像我們這些珠珠啊 基本上都可以換很多金券啦 所以大家如果平常沒事的話 可以去打一下我們那個 河馬的關卡啊 或是打一下我們鐵頭的關卡 都可以拿到我們一些貓咪券 那貓咪券你基本上就是 只要抽獎都有機會抽到我們這個珠珠 那 珠珠抽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用他來就是換我們金券這樣子 其實還算是不錯啦 因為金券的話越多越好 金券目前來說 我是想要存到一個 超級緊繃這樣子 然後再抽一下我們就是 呃右獸啊或是抽我們黑獸那個系列 因為那個系列是沒辦法用那個 超級必中的啦 所以基本上罐頭就先留著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要終於把我們的出場式 全部給清空了 還真是不錯 終於很乾淨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那個 抽一下我們這個 就是招呼轉蛋 招呼轉蛋這邊有54啊 所以可以抽54這個10連抽喔 那招呼轉蛋裡面的話 基本上會有我們的XP啦 還有一些道具啦 所以就還不錯 大家都可以來抽一下 然後還有我們那個 小小坦克貓那些系列 就還ok的感覺 只是 倉庫真的是有時候要輕喔 然後有時候你的那個就是薄荷那邊滿的話 基本上你那個薄荷那邊 你會影響到我們抽貓的這邊 所以盡量要保持我們那個倉庫就是 比較乾淨的這樣狀態 我們把它全部抽完之後 應該就會有一些XP了 那最近的話XP又很缺啦 所以 不知道什麼時候又可以再開那個 全明星活動喔 我真的很喜歡全明星 所以希望之後可以常駐啦 不然真的是 抓經驗真的很辛苦 你只能打那個就是 比較難的黑色級的關卡 要不然真的是 拿不到更多的經驗這樣子 好 這邊的話基本上 抽完之後呢 其實我們經驗也是變很多啦 然後 小小系列的貓貓我真的還算是 蠻少在用的 而且我記得我好像還有小小系列的一些就是 呃 進化的關卡好像還沒打完 之後再看一下要什麼時候再打 ok 那我們計畫主要來說就跟他分享 就是我們的藍色珠珠滿出來啦 那 藍色珠珠這邊全部換完之後呢 基本上我們金券就變成我們 原本是三幾張還是四幾張吧 直接變成我們的55張哦 所以就 已經慢慢的要查我們一把張賣進了 就看一下接下來的話 能不能再存到更多張 然後到時候 我們就來換一下 就是用金券來抽一下我們這個 黑獸系列或是抽我們那個牙王系列這樣子 因為那兩個系列的話 還是非常推薦大家可以用金券來抽啊 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剛好又有發現 我們有開那個 不死生物來襲的關卡啦 已經很久沒有打不死生物來襲的關卡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打一下哦 看一下今天要打的關卡是哪一個 今天要打的是我們的 阿拉斯加 那阿拉斯加的話裡面有六個問號 所以會有六個不一樣的敵人 我們先來看一下陣型哦 因為最近在打我們一些關卡 我有換掉一些陣型 所以 進化部隊的話可能要再重新的配一下哦 進化部隊的話 基本上其實從第一套這邊改一下就可以了 我們就 呃把那個 收藥機留著嘛 然後一些都換掉 但是我覺得我這出陣列表1的話 我應該不太會動太多 因為這個是我拿來打那個古代薄荷的哦 所以就會比較 比較需要一點點 那我們就先換一下 把那個這些角色都換上去 我們海神啊然後我們的那個 法老啊都給他換上去 來打一下我們那個 不死敵人哦 不死敵人打完的話基本上 還是有好處的啦 就是你那個體力會比較多這樣子感覺 我覺得 我都覺得我打那個不死關卡打很久哎 怎麼都一直還沒有結束啊 莫名其妙這樣子感覺 好那這關哇 這關一大堆哇 哎 這關有點可怕 他們是排排站是不是 那排隊哎 而且他們是可以鑽兩下的哦 這就更可怕一點點了 因為你要鑽被他鑽兩下這樣子 好開鑽了開鑽了 哦好險我們這邊大堆的牆包擋住了 不然這樣的話直接鑽到我們塔前 直接把我們打爆就差哎 哎 別別別別 出事了出事了各位 果然就會這樣哦所以 帶個猴蟹吧啊 出事了出事了 哎這關卡真的也蠻有趣的 因為這關的話 他那個小人是會一直鑽地板 然後鑽到最前面的 所以 這邊的話就直接讓你有沒有 如果你沒有一些能夠打我們進化的 直接就把你給打趴 就很慘 這邊海誠可以不用帶 帶個猴蟹應該就沒問題了 哇 這關一開始他出來的時候 我們這邊真的是還蠻尷尬的 因為 一開始看的太驚奇了 其實要一開始就趕快出出來 不然他就會鑽很前面這樣子 所以 這關的話我們阿拉斯加 大家如果看到這關卡的話 盡量先出我們大款的強貌 不管怎樣就是直接出了 因為這樣的話 那就不會這麼快的 衝到我們塔前 他已經把我們預設心理都想好了 你知道嗎 他就覺得我們一定會在原地 一直看他 你們在幹嘛 結果 他們就走過來了這樣子 好 這邊直接進化一波 然後 猴蟹加油 再進化兩波 然後再加我們這個 加個瓦爾基利哦 可以了 其實沒有很難 但是 我都會把關卡搞得很難好不好 現在目前來說 我測試過了 好像每一款遊戲啊 然後遊者都能創出小玩家 或是我們的 寶可夢劍盾啊 或是我們的那個 路易吉洋頭3哦 不知道玩什麼遊戲 都可以把關卡 用的好像變很難 哎 其實根本就沒有這麼複雜 你知道嗎 太白癡了吧 真的很抱歉 但我覺得這樣也蠻有趣的 就以後老的時候就會來看 就是說 啊 剛出怎麼自己這麼白癡 到底在幹什麼東西 這樣子哦 好 那這關的話 除了我們的那個 一堆那個不死小人三人中的話以外呢 這邊還會出我們的這個就是 呃 不死的海報 還有我們一星海報 跟我們一般的企鵝 跟我們一般的那個三人中 還有我們一般 還有那個不死的小敵人 所以 這關卡基本上總力也是還蠻多的啦 那 基本上我覺得一開始 你只要先扛住小人的那個威脅的話 基本上 打這關卡的那個 難度一程度的話 就會變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一開始那個真的是太誇張了 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 而且 如果你真的沒有 你沒有猴穴直接擋住的話 基本上 他那邊真的會 一陀拉圖直接湧進來哦 那像我們拳擊手貓貓啊 或是電軍貓貓那種 應該都蠻適合來打我們這關的 就是只要把我們那些小人給擋住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哦 好 那解決掉他們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面對我們的 不死海報 跟我們就是一星海報 還有我們這個 企鵝的那個大軍了 其實 要衝過去也沒有說那麼的 快速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 不死海報會一直出現哦 那 如果你沒有辦法就是快速把它打完 或是把前排打完的話 你前排到不到後排之後呢 你就很難就是 呃 給予更大的一些輸出哦 好 那目前來說我們是打進去了 然後已經開始在回塔 那這關基本上就已經 不是有什麼太大的問題這樣感覺了 所以一開始的話我覺得就是 帶上一些能夠直接 擊敗那些 呃 傳奇巡寶劑了 所以 接下來就是一個骰子的那個通關時間哦 那這一次來看一下能不能就是打到 更後面一點點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風雲貓咪塔已經全部都 通完了 那就是剩下我們那個 傳奇巡寶劑還有我們真傳奇關卡哦 那如果傳奇巡寶劑明天有開的話 應該就會以傳奇巡寶劑為主 那如果傳奇巡寶劑還沒開的話 我們可能就回去打一下真傳奇關卡 因為最近日版那邊好像也有消息了 就是 最新的一個真傳奇關卡的角色好像也 也出現也公佈了哦 所以可以再期待一下哦 目前來說 哲平就是活動關卡解完之後呢 就會來去打一下真傳奇了啊 很多人都一直在敲碗真傳奇 但是真傳奇 真的真的很燒腦袋 各位好不好 真的很辛苦 因為我比較喜歡就是比較快樂的玩遊戲 但是打關卡有時候真的是 打到很累哦 會比較辛苦一點點 但是我還是覺得玩貓戰很好玩啦 所以我還是會努力去挑戰一下我們真傳奇關卡囉 好 那你覺得我們今天把我們所有64個那個 藍色珠珠全部都換成我們金券 這個想法很帥氣的話 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囉 那邊上 選中的設定跟玩的時候 這邊跟網上 期限國成績點鐘 影片就打開來看一下啦 沒關係 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